立东后的第六天 地处中国北方的山西太原 阴冷潮湿 一座新发现的北魏石漆石窟 隐匿在崇山峻岭中 孤独地矗立了近1500年 从太原市区 出发约一个小时车程 便抵达位于太原市万百林区的黄厂村 一路上树林茂密 薄雾弥漫 这座北魏石漆的石窟 就藏在半山腰 一部刘神还以为是座大石块 坐在山腰 难被发现 我们初步看了一下 就是它这个题记上 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郭氏 就姓郭的人 可能是这个石窟的 供养人也好 捐养人也好 因为还没有深入地 做一些研究吧 它可能就是民众的这种信仰 属于这样一个范畴 而且它的体量也比较小 近五米高的石块中央 有一孔长宽高 约为一米左右的石窟 石窟平面 基本呈正方形 石窟内部为三壁三刊室 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包衣搏带 袖骨倾向风格 符合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 石窟造像艺术汉画的趋势 当时北魏平成时期呢 实际上一些文化的传承 辐射到了我们靖阳 还有靖中呀 靖南呀 靖东南呀 这些整个沿线的这个石窟寺 从北魏一直到这个 包括东魏呀 北齐呀 隋唐呀 增佈了很多的这个密集的这些 非常重要的这个石窟 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线路的 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文化线路的传播过程当中 它既受了这个都城的这个样式的影响 那么也有我们当地的这些特征 石窟最重要的发现 是清晰明确的纪年 石窟壁上刻有 岩昌三年 公元514年8月15 石窟主郭广兴等字样 为专家学者提供重要的时代标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窟 虽然说是体量非常小 但是它最重要的价值 就在它有明确的纪年 通过这个体系 包括它的形质来看的话 截止目前 这个石窟呢 这就是太原地区最早的石窟了 它对整个太原山西 乃至全国的这个石窟寺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识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石窟寺的研究 你们听到这些石窟的研究 这个石窟寺的研究 我现在看到的石窟寺的研究 这个石窟寺的研究